十九世纪的后期 在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的宁静郊外 住着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格列姆贝尔的少年 他放学以后在母亲的旁边练琴 这是格列姆每天的功课 格列姆弹得很好啊 待会再弹给爸爸听 他一定会很惊讶的 好不好啊 下次有机会的话 带我去听演奏会好吗 好啊 但是要先问问看爸爸什么时候有空 一定哦 那我要出去玩了 好 要记住不要太晚回家哦 知道吗 知道了 快来呀约翰 格列姆的玩伴 除了狗 还是狗 约翰 从今天开始啊 我要教你讲话 你给我好好地学着 如果学得很好 我就请你吃糖 我们现在从啊开始 说说看吧 说啊 说说看呢 不是旺 不是旺 是啊 不是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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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列姆的父亲是位有名的语言学家 对口仰耳聋的人来说 他是发明最先用唇形来教语言的视听法的学者 崇拜父亲的格列姆 梦想着长大以后 也要从事和父亲一样的工作 而他教狗说话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真的哦 假如教他的话 他也会讲话的 真的吗 骗人的了 我不相信了 我没有骗你们了 约翰 你说说看 你说给他们听 这样子 按着下额的旁边 就会发出向人们讲话的声音哦 来 约翰 我们准备好了 好像真的在说什么哦 现在说的是你们好吗 不相信的话 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 哎呀 你真的在训练他吗 真的也 好厉害哦 没什么啦 狗是不可能会假话的 但是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长大成人的贝尔 在伦敦大学里 学习更精细 有关猴和耳的结构 同时也结识了 电信机的发明者之一的 华特生教授 让贝尔投进电信领域的大机会 贝尔从教授那儿得知 用电磁时可以使音叉震动 就想到如果把电信机接上了音叉 那么不就可以把声音送到远方去了吗 用电信把声音送出 那根本是比任何事情都要不可能的 但是那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不久贝尔成为美国的大学教授 他一面将父亲所发明的式化法 利用在哑巴的孩子身上 一方面从事教育的工作 比孩子们更高兴的 却是他们的双亲 对自生下以来 第一次听到他儿子会讲话的 桑德斯这位富豪 为了表示感激 而提供了研究电信的资金 以及实验室等等 就这样使得贝尔能够开始 一边从事聋哑教育 一边研究电信的愿化 终于在桑德斯的资助下成立了 贝尔教授啊 在您的研究的电信方面 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您 是什么事呢 那是不是只用一根电线 来发射各种不同周波率的电流啊 也可以这么说的 那么只要周波率不同 只有一根电线 就可以同时发出很多的电纹 就是梦想的电信 多重的电信啊 是不是啊 赖尔教授 是啊 教授啊 那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啊 电信事业在今天是一门抢手的事业 而我要令大家刮目相看 以电线拉开竞争市场 如果只要用一根电线就能成的话 那么对电信局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对不对啊 不不不 我要利用这个来创造近代的大型电信工资 是啊 会必要完成这重大的研究啊 教授 无论花多少金钱 我都无条件创资 我知道我知道 请放手好不好 好痛好痛啊 不久 桑德斯雇用了一位年轻的助手 名叫华特生 他对电气器具这方面相当的清楚 对贝尔来说在技术方面受益非凡 有一天 华特生照着贝尔的叮咛 在送信机那边站起来扣着薄铁片的振动板 做出将声音送出的实验 不行啊 不能发出嗯 也不能发出嘘 啊 花特生不要动 不可以动任何一样东西的嘛 教授我什么也没动啊 你 华特生 你是怎么操作才发出刚刚那个声音的 嗯 我什么都没做啊 我只是想把振动板从电磁石上面取下来而已 这振动板 啊 我知道的是这样的 我懂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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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教授 你别 啊 震动板是因为人的声音而震动 因为收听机会产生共鸣 再发出同样的声音 话语也因此而能传送到远处去了 什么 用电线来传送语言 你别胡说了 在哪个国家有这种会说话的铁线啊 你把我当成外行人啊 别用哄孩子的话来哄骗我啦 我是不会坏的让电线讲话而说字的 哼 教授啊 桑德斯先生忘了教授你原来是声音结构的专家 教授你一定能叫电信机讲些话的 对不对呀 桑德斯先生他不相信你嘛 就是啊 如果有了电话 那电信事业的发达 哎呦不晓得会怎么样咯 不管怎么样 它是个便利的东西 你说是不是 哎呦 原来是这样的 教授 你所说的是电话的事情啊 嘿 太棒了 要是为了电话的话呢 嘿嘿 我绝不小心 你要多少金费 我绝对支援的 态度改变得可真快啊你 对不起啊 就这样贝尔的研究终于扩展到电话 从这以后才是真的不得了了 不行啊 做了那么多次都一样 会出声音 可是没有办法收听到在讲些什么 也许不电话 这东西只是梦中才有的 但是该思考的我都已经想到了 我脑子都快打结了 可是就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 教授啊 你也别放弃嘛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再换别的方法嘛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别的方法了吗 你告诉我 所以才想那个方法的呀 对了 华德生啊 因为我才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实在对不起 请你千万要原谅我 哎呀 没关系啦 我也要更加的研究 绝不放弃的 我们一起来吧 谢谢你华德生 华德生啊 已经很晚了 先休息吧 剩下的我来 不 只剩一点了 我马上就好了 这样啊 好吧 那我们再加油吧 快要完成了 华德生啊 实验留着明天再来做 今天到此为止 睡吧 好 第二天 也就是1876年3月10号 两个人费心地将电话器 分装在房屋的顶楼及地下室 等待实验的开始 好了 现在我到松话器那边去 好 你去吧 我知道了 好啊 华德生啊 马上过来啊 听到了 听到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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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 太过分了 教授 我听到了 什么 听到了 只有一根电线而已 更何况还没有开始做实验呢 可是你刚才不是叫我马上过来吗 教授的声音非常清楚 我听到了 听得好清楚啊 什么 真的吗 是真的吗 哇 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太好了 哇 成功了 叫做分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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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就这样 贝尔一方面教耳聋的人讲话 一方面也成为电话的发明家了 贝尔在这之后 再次尽心尽力于龙鸭教育 一直到1922年75岁的时候离开人世 在葬礼上 在葬礼上 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电话都中断一分钟 心中莫道来作为献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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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